阿松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阿松曼涵 今天其實是三連休3月20號的第一天 這樣我剛好有時間可以出來找口罩 身後這一家藥妝店是離我家不到三分鐘距離的藥妝店 一夜已經都沒有口罩 所以我想要到比較四處的地方 比如到磁彈那邊去找一下口罩 雖然口罩在東京還是很難入手 不過最近有比較改善一點點 大概在五天前3月15號的時候 日本政府有頒布一個法令就是 禁止高價轉賣口罩 如果你在網路上有比市價高轉賣口罩的話 就會被處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然後還有一百萬日元以下的罰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這一個法案有出來 那網路上就有蠻多口罩開始在拋售 而且變得比較便宜一點 可是以現在目前大家都沒有口罩的狀況 只要有人開始在賣口罩 尤其是網路上 一下就被買光了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在東京的藥妝店是多麼難買到的到口罩 其實不只口罩 像我在我家買的這個乾洗手 是兩天前買的 我剛剛去看也已經沒有了 而且這個是韓國進口 超級貴是495塊 這一個真的是很誇張 我現在已經來到磁帶車站 現在在磁帶車站的站內西口這邊 我今天主要是想要買那個酒精棉 因為我發現酒精棉我快要用完了 口罩的部分因為安全存量還有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急 當然有口罩的話順便也想要買一下 這些民眾都是趕在百貨公司 就是一開門的時間點要去四樓藥妝店搶口罩的人 哇沒有空空的 這一家馬路里裡面的藥妝店 口罩也是都空空的 哇這一家馬路里裡面沒有進貨耶 雖然是11點準時開門 但是就是沒有 現在在東京買口罩是這樣 就是靠運氣還有實力 你的實力就是到處走到處看 然後運氣的話就是看他什麼時候進貨 這邊還有一家胡太郎 進去裡面看看好 光一圈都沒看到口罩耶 顏色乾洗手有沒有 有的只剩下這種不含酒精的 好接著換西口這一家松本金試試看 口罩沒有了 可是還有跟我買的這個一樣的乾洗手可以買 哇真的運氣還不錯耶 有買到這一個乾洗手 雖然還是一樣貴啊 這邊也有一家藥局 看一下他有沒有口罩好 沒有了不用看了 今天的那個口罩進貨量是0 阿松現在身後的這一家就是 磁帶吸口店的唐吉哥德 我看一下他裡面有沒有在賣口罩 哇沒有還是一樣空空的 什麼都沒有 剛剛那一家磁帶吸口店裡面也是沒有口罩 他所剩下的口罩都是那種機能性的 沒辦法抗病毒的 不然就是布的 隨喜的可重複利用的那一種 我現在要先來東口這邊看看 東口這邊藥裝店還蠻多的 然後也有一家唐吉哥德 剛好右邊是唐吉哥德時代東口店 左邊也有一家松本金 這兩家都問問看好 今天口罩沒有進貨還是一樣 只剩下這一種 這種布的 可是這種布的沒有用阿 磁帶東口店 還有松本金都沒有耶 我現在要往這個 香香City的方向走過去看看好 這邊我記得還有蠻多藥裝店的 好現在試試看這一家 桑朗克 決定就是你了 松本金 好很遺憾這一家也沒有MASK 我有問店員 店員說 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進貨 而且也沒有酒精棉 好奇怪 我為什麼酒精棉會那麼缺阿 我現在都能買得到這個乾洗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酒精棉會這麼缺 好不爽喔 我現在已經看過很多家店都沒有賣了 我要有酒精棉一直找不到 我現在人在SunshineCity裡面 我逛一下好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在賣 SunshineCity裡面有這些設施阿 今天也是修館的喔 這一家試試看好 我覺得應該還是沒有賣阿 欸有這個耶 這個是也是酒精的 喔這個乾洗手還不錯喔 1500有點貴可是很大便 YES 我在這一家SunshineCity的 國民藥裝買到這個大容量的乾洗手液 1500我是覺得有一點小貴 不過總比我買那個韓國進口的495要來的好 這個是485毫升的應該可以用一陣子阿 好最後這一家TOMDOSSunshineCity店他也沒有酒精棉 覺得我已經有達標阿 至少我買到一個酒精相關的商品 最後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疫情那麼嚴重的狀況下 一般日本民眾他佩戴了口罩佩戴率大概是有到幾層 這個影像的拍攝地點是靠近磁帶車站東口的大街上 你會看到路上有很多的行人到處走 因為今天是3月20號 也就是三連休的第一天 磁帶算是東京其中一個赤文化海蠻盛行的地區 那常常會有很多年輕人在這邊逛街 磁帶本身也非常的廣大 有分西磁帶、東磁帶還有北磁帶 一路上目測下來 口罩的佩戴率大概是落在50%左右 和2月初疫情剛開始的時候相比 那個時候大概路上只有20%左右的人有戴口罩 你會發現那些沒有戴口罩的人 大概他的年齡層都是落在比較年輕的 大概是2、30歲左右的人比較多 這邊開始就是磁帶車站內的影像了 那你會發現磁帶車站的人口密集度是更高的 因為磁帶這邊算是一個還蠻大的轉成點 他匯集了JR、富都新線、遊樂廳線、環子內線還有東武東上線 而且日本的車站幾乎都是沒有開空調的 他的空氣會非常的凝重 你會覺得走在裡面頭會暈暈的那種二氧化碳濃度非常高的感覺 車站內的特點就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都非常的近 也就是人口密度非常的高 雖然車站內的民眾看起來警覺性是比較高一點 不過他的口罩佩戴率目測起來大概也只有60%左右 最後一個畫面注意看右邊那一團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好,最後我想要講一下今天的結論 結論就是口罩還是很難買 幾乎還是斷貨的一個狀態 而且你問店員什麼時候會進貨 他都會搖搖頭說他不知道 真的是沒辦法確定口罩目前的一個進貨狀況 如果你要買口罩的話真的要勤跑幾家店 因為我發現啊,口罩這個東西現在並不是說你一大早去排隊就一定會有的 說不定他沒有進貨,那你就白排了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我是希望這個口罩短缺的問題可以快點改善 因為已經一個半月幾乎都買不太到口罩了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子一個狀況啊 好,今天阿松漫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呢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掰掰 好,I don't know 有,i don't know 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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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know 我超愛你 你有本集會